今天很高興能看到各位 我想在臺北的媒體應該來的都來了 也因此為了準備這一次跟各位的茶會見面 我們準備了一個稿子 因為實在是太慎重 所以稿子越寫越長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麻煩各位能夠稍微耐心一點 同時今天因為沒有椅子 各位是站著聽的 也跟各位說一聲辛苦了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我要向各位說一聲記者節快樂 那麼藉由今天跟各位見面的茶序的機會 我也要向全體的國人同胞報告 我們新政府三年以來 我們為這個國家所做的努力 相信在場的記者朋友以及許多國人同胞都知道 幾天前歷史兩年多的國道收費員的爭議 已經得到解決 儘管有一些人對於解決這個爭議 仍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不過當大家從電視上看到 他們在抗爭落幕之後所展現的笑容 我相信很多人的心中都跟我一樣 替他們以及他們的家庭感到開心 對一些人而言 這個問題的解決 只是讓這個社會少掉一群人在街頭抗議 不過我願意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整個事情 對我們來說 這件事的意義在於 抗爭落幕之後 這個社會有多了一些家庭 重新展開他們的人生 這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 有人說 這叫做會炒的就有糖吃 不過對一個政府而言 炒不是重點 炒的有沒有道理 政府有沒有在聽 才是重點 願意傾聽 願意溝通 願意解決 這就是過去三個月來 我對自己以及我的團隊的期許 我知道現場的記者朋友們都很好奇 從520到現在 我每天在做什麼 其實當了總統之後 我的人生以及工作 有一些變化 事情變了很多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也比較簡單 也就是說 我現在的工作的重點 就是在我就職言說中 所提到的那四個字 解決問題 很多的問題是長期累積的 有些問題 過去的政府曾經想解決 沒有成功 也有些問題是過去的政府 無心也無力解決的 人民選擇我們 是希望政府 新的政府 能夠務實而勇敢地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人民也不會希望 新的政府將責任全部推給過去 所以我每一天都用這樣的話告訴自己 我也用一樣的話 告訴民進黨所有執政的團隊 人民希望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政府 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我也承認 有些事情 我們考慮得不夠周全 我們做得不夠好 當這樣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調整 會誠實面對 我們會改變 我們不會硬拗 執政黨 民進黨 執政期間 更不會有半分鐘的事件 過去這三個月來 新政府的施政大致可分為下面四個領域 第一個 我們試圖解決台灣社會長久累積的問題 8月1號 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幾百年來 原住民族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不會因為一句道歉而改變 不過 這個社會需要一個開始 我願意踏出第一步 儘管道歉的形勢引發了一些爭議 但是 我們會用接下來的作為 有誠意來面對這幾百年來累積的問題 勞資爭議 也是台灣社會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 隨著全球經濟情勢的改變 以及經濟成長的趨緩 弱勢勞工的權益跟保障 變得越來越重要 而企業 尤其是中小型的企業 也面臨轉型的困境 這也造成了勞資關係越來越緊張 新政府沒有逃避 我們選擇正面的去處理這些問題 當然 我們也承認 多年來的爭議很難在很短的時間內 獲得社會一致的共識 我們願意再跟社會溝通 特別是勞工團體 與中小企業的意見 我們會更加的仔細聆聽 我們也會反映在我未來的行程安排上面 我們也清楚 如果台灣的經濟不加速轉型 勞資爭議縱然一時能夠解決 但仍然會持續地困擾 勞工與產業 第二個領域 是改革的疫情 我們通過了政黨及其附屬組織 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這是我們在處理 威權時期轉型正義所畫出的第一步 把真相釐清 把人民的財產 國家的財產 政黨的財產做釐清 把過去做一個完整的交代 這對未來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 絕對有它正面的意義 我要特別強調 做這件事情 是為了要提醒所有的政治人物 過去在威權體制中 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 在今天的民主社會中 是不容許再發生的 更重要的是 為台灣創造一個更公平的政治環境 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 另外一個改革議題 就是我們國人同胞最關心的司法改革 我會親自擔任總統府司法改革 國事會議籌備委員會的召集人 我會負起責任 我會謹守憲政的分紀 我不會干預個案與辦案 我更不會把檢察總長 叫到家裡或辦公室 跟我報告案情 我承認 前一陣子司法院政府院長的提名人選 引發社會上的爭議 最終造成兩位被提名人決定懇辭 我要感激這兩位被提名人給我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 當然這裡面有我的責任 我會記取這個經驗 新政府未來會用更謹慎的態度 來跟社會大眾溝通 我們希望在9月1號把司法院政府院長 及大法官提名的質問送到立法院 人民期待司法改革 我們別無選擇 只能竭盡所能回應民眾的期待 我們還有一項改革議題 這就是我們 陳建仁副總統擔任召集人的年金改革會議 跟另外一群人 也不是號召一個階級去對抗另外一個階級 我們不應該污名化任何職業別 來成就改革 同時 我們也不應該剝奪那些原先就已經是弱勢者的權利 年金改革的目標 是讓年金跟退府的財務能夠永續 讓世世代代的臺灣人 在退休的時候 能夠擁有安心 有品質的基本生活的保障 也讓國家的有限資源 能夠永續的照顧到每一個人 世代之間的和諧與互助 是我們真正的期待 年金改革 應該以照顧退休者的基本生活為原則 給付偏低的不應該刪減 例如早年退伍的軍人 都領得不夠多 要讓他們安享晚年 給付過高的要減好 但也要理解他們內心的不平 希望大家能夠相互體諒 新政府施政的第三個領域是 臺灣經濟發展性模式 過去三個月 我們的相關部會 積極地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以前在野時期 智庫所規劃的國家建設方案 轉變成行政部門的政策規劃 再從行政部門的政策規劃 具體轉化成為行政院的預算編列 在經濟建設的投入上 對於五大創新產業 跟加速科技 創新等 促進經濟發展的計畫 我們明年度的預算 都有相當幅度的成長 這代表我們要建構 以創新為主導的新經濟模式 在社會安全網上 我們的社會住宅政策 以及擴大社區照顧 提升長照品質 醫療與防疫等 我們也都增列了預算 這些預算的增加 是在現有的財政結構下規劃的 調整優先順序 檢討浪費之後 移緩季 所以真正投入新的產業資源 事實上比預算數上的增加得多 未來所需要的擴大需求 也將會反映在未來幾年的預算 當中只要有好的計畫 我們甚至不排除編列特別預算 整體經濟發展相關的投入 不會僅限於政府預算的投入 我們也會鼓勵國公營事業 來投資新型產業 共同帶動民間的企業 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產業升級與轉型 預算編列只是一個開始 真正的考驗是把事情做好 事實上內閣已經總動員 在過去的三個月 在院長的帶領 在政務委員的協調 以及部會首長的努力下 新政府沒有懈怠 我手邊有一份各政委列管的 事項清單以及進度 可以說明這些 我相信這個清單也在行政院的網站上可以查得到 我不希望別人用100天 來評斷我個人執政的成敗 同樣的 我也不會只用100天的時間 來評論內閣閣員的表現 改革需要時間 我不會因為短期內看不到成效 或者因為推動改革很困難 就輕易退縮 錯了就改 對的事情就勇往直前 我相信 這才是現階段臺灣人民對政府的期待 在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以及對外關係的處理上 我們持續的以相關的國家保持必要的溝通 尤其是在南海仲裁結果出爐之後 我們也跟各國共同維持南海情勢穩定 人民希望政府在南海主權議題上能多做一些 我們也了解 也認同 對於兩岸關係 我要再一次強調 維持現狀的重要性 我們的目標 就是在當前縣政體系下 建立一個具有一致性 可預測性 可維持性的兩岸關係 海基會的人士 我們會在近期之內公布 現階段我們有幾位人選 我們正在做最後的諮詢 與評估 除了海基會之外 政府部門尚未完成的佈局的人士 我們會盡速補上 改革的路上 有人走得快 有人走得慢 但只要方向一致 就應該相互扶持 彼此鼓勵 也許這段日子以來 新政府走得有些顛簸 但我們一直努力的再往前走 有人說解決國道收費源的問題 這是以前政府做不到的事 這句話對我來說 是對我們新政府最大的鼓勵 要做以前政府做不到的事 這才是政黨輪替的意義 最後我要特別提一個人 我2008年擔任民進黨主席的時候 等秘書長王拓先生 不久前他離開我們 在病榻上他依然很關心我 我會永遠記得 當外界都不看好我 民進黨士氣最低落的時候 他挺身而出 跟我一起帶領民進黨 從谷底爬起 在那段困難的日子 他常常鼓勵我 也提醒我 只要對的事情 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很遺憾他不能在人世間 跟我們一起努力 看到臺灣的改變 不過我會永遠記得 他在聲明的最後幾天 告訴我的話 他說 我們執政一定要跟以前不一樣 要做得成功 我就用這句話 來作為今天的結尾 所有執政團隊的同仁 大家加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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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接著 發您 É 我們 Ар